我是陳怡婷 我是江怡昕 我是Shelly 欢迎收看《现代启示录》 欢迎收看《现代启示录》 我是怡婷 今天我们有新朋友加入我们 Hello 大家好 我是布丁 我们今天要聊的故事是跟功夫有关 布丁讲到功夫武打明星 你会想到谁 当然是李小龙 他在西方掀起了东方功夫的狂潮 没错 其实对李小龙不熟悉的人 应该不会有人不熟悉 因为他那一身黄色净装 对 非常让人有印象 就是圣诞节的时候 蛮多人会去cosplay 有穿过吗 没有 其实讲到李小龙 大家都会知道 他身体非常的强壮 毕竟他是武打明星 曾经就有医生说 他全身的体脂竟然只有3%而已 好低喔 等于说就健身美男 等于说他的身体有点像是钢铁一样的强壮 但是大家比较不知道的是 其实他身体有一些先天的缺陷 有缺陷 是什么样的缺陷呢 是近视吗 还是怎么了 这个部分我就先卖点关子 因为等一下影片里面会有答案 那其实李小龙小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好动好斗的人 常常在街头上面惹是生非 那他到底是如何从一个街头小混混 晋级变成了武打明星呢 让我们一看究竟 除了展现李小龙优秀的武术之外 最重要的是再次的证明了 其实东方的武术文化 一样可以打入到西方的市场 这是最最最难能可贵的事情 自小体弱 辱名细奉 您所不知道的李小龙 李小龙的长端脚 或者是扁平竹 这个在很晚的时候才发现 曾经孱弱如何克服 曾经的街头小霸王 如何蜕变为一代宗师 说起这段传奇的起点 得要回到上个世纪 李小龙的父亲李海权 是香港知名乐剧丑生 为了战壁日军侵略战获 1939年他西家戴卷赴美巡演 就在1940年11月 一天早晨 李海权连夜戴妆赶到了医院 他的父亲叫李海权 是那个时候乐剧的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是四大丑生之一 所以他们家 也可以讲说他爸有那种戏剧大佬的那种感觉 他的妈妈就更不得了 妈妈叫何爱瑜 何爱瑜的养父何甘堂 是当时香港四大家族的第一大家族 接生的医生提议双亲 将男婴取名为Bruce 当时没有人会料想到 这个小男娃Bruce Lee 日后将打出一片天 他出生的时候 身体状况没有很好 他的祖母就觉得说 这个男孩子要为他们去做保命 传说会有金甲神 来要了这个小男孩的生命 所以他有一个小名叫戏凤 这个戏就是仔细的戏 粗戏的戏 戏在广东话跟这个客家话方面来讲 就是小的意思 所以李小龙呢 一开始他有一个乳名 叫李小凤 这李小凤才九十天大 便已经在电影《金门女》里泛串登场 他们家是戏剧师家 所以他其实出生三个月的时候 他就已经入境了 成为一个戏剧的主角的童年 幼儿时期 就这样 童星李小龙 十八岁之前就演过 二十多部粤语电影 然而镜头外的他 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丸历少年 少年时期的李小龙 不但常在街头斗欧比武 他更迷上了这一种舞 有趣的事迹 就是他喜欢跳恰恰舞 他就跟着一个同学 叫文兰 两个人就组成了 常常在切磋恰恰舞 那最后他是跟他弟弟 一起表演这个恰恰 然后还得到了这个冠军 据说啦 就是他那时候学会了 恰恰的舞步有一百零八部 常常穿衣服 穿得很有型的 可以这样讲 所以就是 然后他很会讲话 他对女生 尤其是很会讲话 所以他的很多女生都追他了 整天打架闹事 惹是生非 一天李小龙遇到了个一招便大趴他的对手 在好友张卓庆的引荐下 1955年 李小龙在香港油麻地利达街的舞馆 败入了叶问门下 张卓庆亲眼看到叶问跟他的这个徒弟 那时候还有一个徒弟 是一个拳击手 叫黄纯良 也就是他的这个弟子 在这个就是挑战叶问 感觉起来叶问是比较瘦小的人 竟然可以打赢这个黄纯良 那黄纯良后来也因为这样 拜叶问为师 所以他就看到说 一个瘦小的人 可以战胜给他个子还大的人 就决定拜叶问为师 所以也拿着李小龙 李小龙学习永春拳 他如饥四可 废寝忘食 为了练武 还跟同门师兄弟玩起了把戏 李小龙那天特别早过来 坐到楼梯口 他就二楼 立大街那个教功夫 坐二楼梯口 你怎么坐这里也不上去 没有师父跟我讲 坐到这里跟你们讲 今天没不上课 师父要事成 我坐这里告诉你们不上课 你们回家今天没事 怎么今天没人呢 你知道师父 他们都是懒鬼啊 不像我啊 你没事多讲一点就好了 李小龙从学永春之前 没有赢过一次打架 他知道功夫很有用 因为他们要去不管了 没有办法 他接受拼命去学 那拼命去学呢 他很逃入 就这样 能演戏会永春擅跳舞 少年李小龙 小有名气地 换机香港街头 直到1959年 一天 18岁的李小龙 突然消失了 他发生了什么事 他又去到哪呢 警察马上就要来了 爸 我不怕 警察来得更好 是王立朝先对我下手的 没有上帝啊 现在没有人跟你讨论 谁对谁错 你惹上的是黑道上的老大 你懂不懂 警匪一家这个道理 你懂不懂啊 他的父亲就很担心 因为他父亲其实很了解 香港那个时候的一个社会的情形 就是这种事情会没完没了 所以一来就是 他本来就是美国人 他必须要回去 去对美国社会有个交代 二来可以远离这个 黑道复杂的这个香港社会 让他有点像是避难一样 所以就让他到旧金山去 1961年3月 李小龙进入了西雅图的 华盛顿大学 煮修戏剧并旁听哲学 忙碌的学习生活 让李小龙几乎没有 潜心练舞的时间 于是他想到了个两全其美 同时还能赚钱的办法 他有一身好功夫 到了美国念大学也没闲着 大的时候呢 李小龙就在学校附近 开了个武术馆 因为他本名叫李正帆 就叫正帆国术馆 就在西雅图唐人街的 一个简陋地下室 李小龙生命中的 第一间武馆开张了 也正是在此时 李小龙收获了爱情 那他的老婆Linda那时候 其实也是他的学生 跟着他学武术 也因为这样子 李小龙就跟Linda结了婚 与此同时美国对越南战事逐步升级 作为美国公民 李小龙被征召入伍了 但是后来他没有去当兵 没有当兵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就是说在检验的时候 发现他有扁平足 有长端脚的问题 所以关于李小龙有长端脚 其实比较正式就是在 美国服役的这个期间 由美国这边去检验 反而把他给退了 生理因素 终止了李小龙的从军路 却丝毫没有阻碍他的武术道路 1964年8月 休学的李小龙 在美国加州长蹄空手道大赛上 惊艳亮相 只见他快速飞踢 施展永春寸拳 蒙眼李守 以及单手二指扶地挺身 24岁的李小龙 名气开始在美国武术界 不尽而走 关于他的诸多传说 至此开始流传 他的个声比较有点冲 他去手很快 最说李小龙一秒钟 能打九次拳 能踢六次腿 武术指于他 就像生命不可或缺的 空气和水 散开你的心 就像水 你把水放入一瓶 它变成一瓶 你把水放入一瓶 它变成一瓶 你把水放入一瓶 它变成一瓶 它变成一瓶 水可以流 或它变成一瓶 它变成一瓶 我的朋友 此时李小龙最新投入 与各国各门各派高手的交流切磋 却遭遇到了来自传统华人武术界的严峻挑战 小龙啊 在美国开武馆教国术的华人 应该不在少数 但没有一家像你这样做的 长期以来 大家都遵守了一条不成文的行规 那就是国术不外传 这些行规 对我们国术的发展百害而无一利 我们国术想要向前发展 就应该废除这样的成规陋习 被美国华人武术界视为 离经叛道 背逆古训 1964年11月 李小龙遭遇了习武之人上门踢馆 在美国武术界的种种经历 让李小龙内心的水面不再平静 一个念头逐渐在他心中泛起涟漪 他虽然以永春为主 可是其实后来他学了很多的拳术 包括拳击 柔道 空手道 各种的 甚至泰国拳 他把它融汇起来 尽管李小龙在武术哲理 套路新法都大有斩过 对于从影梦 他始终没有忘怀 只是希望十分渺茫 在白人社会的主导之下 他们认为主角一定要是有白人中演的 即便是他涂上黄色的颜料都可以 但就是不希望见到东方影哄 那时的好莱坞极度排外 新一色白人演员的天下 李小龙能够等到机会吗 影剧中人 就是电影公司或什么 他们都会去看 那看了李小龙的身手以后 就觉得某一个剧里面 需要用到一个东方人的角色 那李小龙的身手那么好 所以就邀请他来做试骗 那这个试骗就是《清风侠》 《清风侠》 他设定的就是一个日本人 叫做加藤 所以他就演加藤这个角色 但其实李小龙不太喜欢这个角色 因为这个角色里面 一天到晚就戴着面罩 然后也不说话 只表演动作 没有灵魂 赤手空拳打进好莱坞 李小龙本以为自己会迎来极大回响 无奈结果并非如此 他收视率很不好 所以他只有演出一季 二十六集就没有了 之后李小龙在好莱坞电影 扮演的角色 更不及他在《清风侠》中 那般显眼 那是真正的跑龙套 挥拳 瞪腿 匆匆而过 1971年 李小龙总算受邀 主演电影《无声敌》 却在即将开拍之际 收到了制片方的怪异要求 要么按我的要求在印度拍这部影片 要么就取消 你听懂了吗 我懂 我听懂了 因为我们公司在印度有一笔款子 因为某些法律问题现在无法汇出来 所以我想在印度花掉这笔款子 此时的李小龙愤怒又绝望 他在好莱坞还有继续待下去的必要吗 香港是东方的梦工厂 所以那时候 邵氏就想要把李小龙请回香港去拍电影 可是在美国好莱坞 你看那样子的成本跟制作跟预算 让李小龙觉得说 到香港 你们有办法像美国这样子的规格来拍电影吗 如果没有的话就不要来找我 所以那时候他是拒绝了香港邵氏 然后原本在香港邵氏工作的周文怀先生 他自己出来跟朋友一起合图了家和电影公司 他就念念不忘李小龙 李小龙提出了赴港拍片的三项条件 第一 制片投资不得少于60万元港币 第二 他要有修改剧本的权利 第三 片酬不低于1万美金 以李龙跟江大卫他们的那个片酬 片酬不过就是1万港币 差不多那个时代是这样 可是他回来要求一部片的片酬 就要1万美金 开始 这是在1971年6月底 一个炎热的酷暑天 或许30岁的李小龙 当时也没料想到 他将开始踏上一生当中 最辉煌的从影道路 好 仅仅半年之后 1972年3月 李小龙又刷新了 他的个人记录 当时的旧上海背景 完全都激起了 大家这样子的 民族意识 所以那部电影爆红 也从此奠定很多 好像功夫电影里面 很多的我们东方的演员 武打明星 都会去跟老外对 金武门的话 是比唐山大雄又更强 他卖到400多万 那就是一出比一出好 那也是奠定了 他的这个巨星的一个地位 李小龙的个性与思维 他不会满足 只做一个受雇于他人的红心 他要在影坛 自立门户独当一面 他远赴意大利拍摄 自编自导自演的 《猛龙过江》 成了李小龙 唯一一步的完全创作 在香港获得巨大的成功 李小龙耀眼的光芒 也折射回到了好莱坞 1973年3月 李小龙终于在好莱坞电影中 第一次担任了主角 只是造化弄人 当李小龙得到越多 他便想追求更多 冥冥之中 他也开始失去 尤其在做龙争虎斗的时候 他还亲自去配音 那配音的那个环境 其实不理想 不理想 他在1973年的5月的时候 光是为了配音就昏倒 为什么呢 因为太闷热 李小龙的死亡游戏 灵感发响 来自佛教典故七级佛图 当中有句话 身是一个等待死亡的历程 而这句话似乎过早地 印证在李小龙身上 1973年7月20日 晚间11点30分 李小龙因昏迷送医 不治而亡 享年32岁 死亡游戏 一语成诚 成了李小龙的未尽一作 俗话说明师出高途 叶问跟李小龙感觉 就是这句话的绝佳验证了 可是李小龙在走红之后 就是非常多的媒体报导 就是他跟他师傅之间的摩擦 等等 这是为什么呢 据说是因为当时 因为李小龙要去美国发展 那去美国之前 他要去找他叶问 提出了一个请求 那这个请求被他师傅给拒绝了 那据说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两个人才反目成仇 那也有人说啊 其实那时候一直到叶问过世 李小龙都没有去见他最后一面 但关于这个部分 其实我脑袋打了一个大问号 因为我觉得 李小龙给我的感觉 他的形象 应该是那种重情重义的人 应该不会这样子啊 真的 而且他们武打间 应该是非常非常重义气的 那其实我们记者 有找到叶问的外申 他现在人就在台湾 不是应该在香港吗 对 他人在台湾 然后继续的在传授永春拳 而且他已经高龄八十八岁 所以我们就想说 他会透露出一些 他舅舅曾经有跟他讲过什么秘密 有什么秘心可以告诉我们 名师高徒 本是美式一桩 但李小龙为何激怒同门 又来叛徒骂名 那么有些师兄弟呢 你为什么敢 为什么敢 吐怒了他的这个永春的 其他的这些门徒啊 就认为他太过自大 觉得好像你有 七十灭祖的那种感觉 师徒隔阂 渐行渐远 李小龙当真缺席了 叶问葬礼吗 大家从十四岁 李小龙拜师叶问 开始有系统的学习永春 他便一同栽进了武术的世界 叶问有没有对李小龙有特别 没有 每一个人学都敢做事 因为他要按了一个强处 就告诉你 按了一个强处 告诉你 就是说他叫李小龙 你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赢嘛 你为什么要打到他流血 怎么必成人中 你赢就好了 打必成人中你还是赢 他一点都没有 你还是赢 他是不是很服你啊 自小好强好动 又好胜好斗 李小龙在儒雅寡言的叶问 因财师教引导之下 他一生的轨迹就此改变了 五年的永春锻炼 李小龙躁动轻狂的个性 开始收敛 也为他日后 在美国的发展 打下扎实根基 结村倒不是很快 那错 很快 结就很生育 很生育 结村 他就用结村 不是结阴的结 是结村的结 那么用结村的结 结村到很快会达到结果 然而正当李小龙的结全道 透过了戏剧圈 武术界 从太平洋彼岸传回到香港 李小龙得到的 确实出乎他意料的 另一种回响 所有 很多师兄弟 你为什么 你这样对不起师父 师父这么幸福救你 我没有啊 我要把师父的名字叫 拿出来 我是愿望的徒弟 所以这种东西 很难讲是两极法 我们不是原谅他 也不是鼓励他 就每一个人心理想法 故意啊 树那招风 人红遭记 其实同门中有不少人 早就看李小龙不太顺眼 面对永春叛徒的责难 叶问内心真正的想法 又是如何呢 叶问是因为他旁他的经验 就按照他的强处 鼓励去他做他强处的事情 据说李小龙曾向叶问解释 传统功夫讲求正宗 他以截拳道之名授课 这是为了避免永春正统之真 而叶问对此并不介意 只是师徒之间也并非完全没有分歧 两人的隔阂 直语起于李小龙的一项提议 去了美国回来 他找夜晚 他说师父 我跟你这么久了 学的东西 我应该很幸运 但是永春存 我不需要学什么冰器的刀啊 冠了永春存里面 人家很向往的 要说墓园装法 李小龙看重的 正是永春独门的牧人装法 他向叶问提出了一个大胆要求 师父 我过两天就回美国 这样好不好 师父你打一套墓园装 从头到尾 我找个现营师来 那个时间 等于五十年前 还流行巴米尼 巴米尼的电影 他说我这个师父打巴米尼拍的 我带回美国 慢慢念 当时李小龙承诺 要在香港九龙购入一栋楼房 送给叶问作为报酬 但最后被叶问婉拒了 迪龙的师父跟叶问看了很久 他说师父你是对的 如果你拍了巴米尼给李小龙的话 那所有徒弟都骂你 因为他没有钱拍巴米尼 叶问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不知道你的用途是什么 你如果拿去做商业用途的话 其实他不愿意的 同门师兄弟对李小龙的不满 但甚至仇视更在1972年12月初达到了顶点 1972年12月2日 叶问因严问应严问的徒弟 享受79岁 但身为叶问的徒弟 李小龙竟然没有出席 师父的葬礼 就是从他 不然中动作开始 斗他 你要来为什么第一 师父使你不来 师徒冒合神离的传言揣测圣骁城上 望恩负义的批评也加注在李小龙身上 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他后来是在页问座三期的时候 第二十一天的时候 就去叶家去祭拜 摇摇至上山 上完商才给白包放到零钱 所以说他不管怎么样 就是不管怎么样 后来叶主就讲不管怎么样 他说法是他 但是他有助 这是对 我们对事不对人 在当时很多人都看到了 所以他跟严问之间 流言大过于事实 李小龙在生前曾经有说 他很喜欢一首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当我死去时 那里面的歌词就讲到说 希望他死亡来临的时候 是可以很平静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希望这一天可以赶快到来 结果没想到 他当时其实就是无心的一句话 最后竟然如预言般的验证 对啊 他当时候是人生正巅峰时期 就是说妻子也非常的漂亮 却在这个时候滑下了句点 真的很可惜 对是人生胜立足 那其实关于李小龙的死因 真的是众说纷纭 而且他当时过世的时候 还不是在自己家里 这你应该有听说过吧 有听到 有看到一些媒体报导 他好像是在情妇家离世的 然后就有一些谣言说 他是不是重情过度导致的 没错 那距离呢 他过世已经适隔了 将近快有五十年了 死因 他的死因真的 最后能够水落石出吗 1973年7月下旬 今天二号突如其来 一海星辰 震惊世人 哇这个事情轰动香港 一个在我们印象里面 这种英雄形象好像很健康 伸手不凡这样的英雄 然后怎么会猝死 离奇暴斃 死因沉迷 李笑容的最后一夜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有的说他是什么马上风 有的是他是吸食大麻过量 他死后谣言那么多 怎么死的 他为什么会死 他就变得扑作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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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7月21日 一早醒来的香港民众 全都被报纸头条给惊呆了 李小龙突然暴毙 正当人们还在扑晚震惊之际 隔天一则消息的披露 更是让全港哗然 一开始李小龙猝死新闻的时候 其实是被佳河电影公司 所掩盖的 李小龙是死在九龙堂 他自己的家里 当时他的太太还在他的身边 他是死在丁沛的相规的床上 那当然站在保护他的形象 还有保护丁沛的这样子的一个立场 佳河公司必须要把这个新闻 暂时先做个掩盖 可是因为李小龙处死 这必须有警方涉入来调查 你怎么样纸都包不住火 这丁沛是李小龙生前所见的最后艺人 而他是谁呢 丁沛他是台湾的艺人 他参加过中影第一届的训练班考试 丁沛的家世其实还蛮好的 因为他的舅爷就是张学良 众所皆知 李小龙有个美国妻子琳达 但他回到香港成了动作巨星之后 桃色飞纹便未曾间断 他跟这个苗可秀就合作唐山大兄嘛 所以那时候也讲说是不是他们两个好像 你看他们在戏面演得这么好 戏外好像也是不是有发出戏外的感情出来 他们是好朋友 苗可秀的男朋友是他弟弟 李小龙弟弟 李正辉 那么丁沛和李小龙又是什么关系呢 丁沛那时候就是李小龙的红粉知己 一时之间26岁的丁沛成了众矢之地 这桩暧昧不光彩的顽固 让丁沛从此背负了祸水骂名 而那一晚又发生了什么呢 周文怀就是家和的这个创办人 约了他还有约了一些朋友 最主要是他女主角丁沛 就是要来谈跟他合作的这个戏剧的事情 谈着谈着李小龙忽然一阵晕眩 其实在此之前 李小龙就曾突然昏厥因而住院 做龙争虎斗的时候 他还亲自去配音 那配音的那个环境 其实不理想 不理想 他在1973年的5月的时候 光是为了配音就昏倒 为什么呢 因为太闷热 那5月份的那次的瀕临死亡 是整个脑水肿 类似的病症两个月后再次发生 周文怀一看 哇 这个李小龙还在休息 就讲说 当然先让他休息好了 我先去吃饭 那等李小龙起来之后 丁沛你再跟他一起来跟我们会合 周文怀就一直打电话 说你怎么还没有到 全部人都在等你 他说他叫不醒怎么办 他赶快再回去看的时候 才发现他已经没了心跳 才32岁 钢筋铁骨的李小龙 突然撒手人寰 留下的却是更多谜团 李小龙猝死于丁沛家中 消息一出 立刻有小豹将其死因 往男女私情的方向引导 丁沛是不是跟李小龙 是不是李小龙太操劳了 两个在一起太操劳了 所以才会这样 可是这有种说法就是 应该不至于 因为他每天就来打拳练拳 什么的 这个大家哪个眼睛看到了 对不对 什么马上风 什么奇奇怪怪的 乱七八糟的说法都说出来了 那你大家是哪个眼睛看 没有人可以证明 对不对 而唯一可以证明的 只有丁沛了 我觉得我丁沛是一个 敢做感动的人 如果我做了就做了 如果我真的跟小龙 就是做爱 可以死了 我都会信任 信任的 因为我觉得没什么 需要隐瞒 如果不是就不是 这是李小龙逝世十年后 丁沛在电视上 首次露面 他否认了这番揣测 李小龙的厌食工作 使自他身骨的 三十六小时后 随后揭露的 首份厌食报告 最引人注目的是 他体内发现的大麻 医生就讲说 检验出说他的 这个虽然他有抽到麻 但是他胃里面 残留一些大麻的痕迹 可是按理来讲 这个大麻不足以 构成了他生命的威胁 无论虚构电影 还是真实生活 无论在香港还是美国 李小龙比武切磋的挑战 接连不断 不过李小龙的丧命现场 丁沛家中毫无大斗梗基 加上他的遗骸 也无致命创伤 暗算报复说 不攻自破 黄春梁讲就是说 他曾经跟李小龙 有一种练功的方式 就用电去刺激 让他的功力 可以突然之间增强很多 比如说你本来要练 一百分钟的 他可能因为这样 经过这个电的刺激 就只要五分钟就可以 据传宛如行走钢铁的李小龙 体脂率只有百分之三 那么他会不会是因为 长期练功过度 导致疾劳沉疾呢 它是我的想法 那些新闻和民族的香港 会禁止 在这些状况 在这些状况 周围的死亡 虽然我们不存在 最终的状态 我没有信心 任何其他人 其他人的死亡 我自己 不存在任何人 或人负责 为其他死亡 有种方式 我们不能改变 唯一的重要性 是因为 Bruce 是死亡 而不会返回 他永远在我们的记忆 和通过他的剧 请记住他 为了他的精神 为了他的艺术 为了他带到我们的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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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我们 他的话和想法 会永远在我们永远 并影响到我们的生命 历经了两个多月 香港法院于1973年 9月24日 公布了李小龙的死因裁决 最终裁定 李小龙死于悲命 最后法院所判定的是说 李小龙的死因 是因为这个 止痛药里面的一个成分 引发他的过敏 导致于他产生脑水肿的现象 因为这样的过失 其实今天看完李小龙的故事啊 他从你生涯就短短的两年 而且一年早逝 真的是相当的可惜 不过呢 李小龙精神不死 其实不管是现在年轻人啊 或者是没有看过李小龙电影的人 对于李小龙黄色净装 这个标志都一定非常的有印象 他的魅力不减 嗯真的 然后如果他 他等于是他在生命的高峰中 画下了一个句点 其实真的蛮可惜的 如果他可以再多几年的话 搞不好东方的一些电影 可以再更个突出呢 没错 那各位网友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在影片下面告诉我们哦 记得要帮我们订阅 按赞分享 还要 开启小铃铛 那另外呢 我们Podcast在历史类排名下 已经排名到第十名了哦 那希望呢 我们下礼拜录影的时候 前进到第五名 第四名 当然是第一名最好啦 就靠大家了 那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